约尔与持剑杀手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因为看了烟花而兴奋至极的阿尼亚 则将约尔的视望的一干二净 听父亲说 没在烟花秀上看到母亲后 才终于回想起了自己的真正目的 随后焦急万分的琢磨如何找到约尔 与此同时 罗埃德也通过观察附近安保局的慌张反应 意识到了船上的异常 于是发动自己匹敌读心术的看家本领读纯语术 获得了一个危险的信息 船底被安装了炸弹 父亲阿尼亚还没有玩够 阿尼亚想要在那边玩游戏 父亲就先自己回房间去吧 阿尼亚装作很想去托尔所玩 从而为罗埃德创造了单独行动的机会 离开托尔所的罗埃德 乔装打门城的船员 潜入了炸弹所带地 与此同时 阿尼亚也离开了托尔所 开始寻找约尔 并在路上听到了情报贩子的心声 船上的炸弹正是他设置的 此时 情报贩子已经准备抽身离开 阿尼亚也没有顺着他的心声继续追过去 毕竟他的目的是帮助母亲 而不是抓坏人 阿尼亚朝约尔所在的方向跑去 正巧看到了约尔被打飞的武器 随后母亲的心声也从甲板上方传来 此时约尔正因为没有武器而苦恼 剑客和眼睛男的枪剑夹击 可是令他十分被动 得到这一信息的阿尼亚交集万分 他想将武器递给母亲 但目标地点太高 并且附近也没有垫脚的地方 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 阿尼亚只能孤注一掷 使出自己失败过一次的必杀技 传递希望的光知识 约尔的武器顺着阿尼亚投出的方向飞去 落在了与约尔还有一段距离的隐秘的角落里 显然 阿尼亚的必杀技又失败了 正所谓无意插流柳成音 阿尼亚的必杀技虽然失败了 但他投出去的武器却歪打正着地绊倒了 想要偷袭约尔的齿枪杀手 倒下的杀手不小心扣动了扳机 正巧射中了其同伴的大腿 飞出去的武器更是直接插在了 这位倒霉蛋的屁股上 约尔顺着枪声望去 终于发现了插在别人屁股上的武器 并顺利将其拿到手 于是阿尼亚又一次在暗中成功帮助了母亲 得到武器的约尔摆好架势 与剑客进行最终对决 他静止奔向剑客 想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取习性命 完全没意识到持枪的眼镜男 正在一旁准备射击 就在眼镜男得意的嘲讽约尔没脑子 并打算扣动扳机的时候 他自己中枪了 开枪正是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的部长 最终在没有任何人介入的情况下 约尔与剑客一招定胜负 在交手的瞬间将其斩杀 成为了这场厮杀的最终胜利者 与此同时 丈夫罗埃德也完成了拆弹工作 但危机却并未解除 因为情报贩子安装的炸弹并不止这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